歡迎各位來到今天自由談的第三節 第三節介紹的地方叫做肖慶 跟中國另外一個肖慶 在廣東話是同音的 在普通話就不一樣的 這個在大灣區裡面 地方面積是最大的 有14000多平方公里 人口就不算多 400多萬 它的特色就是第一產業的比例是很高 第一產業是17.3% 我們將時間交給Andrew 帶我們去游一游 小慶 早晨各位 早晨 現在第一幅圖就是 在我的主露台看出去的景點 剛剛拍攝的時候大霧就是這樣 遠望就是西江 西江是肖慶的主要的江 我先介紹自己的一些東西 我就不是有什麼特別的背景 我只不過是退休人士 從香港進來小慶住的 我進來小慶之前 從來沒有來過小慶的 但是完全是在YouTube上都看人介紹的 我現在進來小慶就是租住這些地方住 嘗試一下自己在小慶裡面的生活 看看習不習慣 但是怎麼樣 我去年2月開始進來 住到6月 6月就離開了小慶 去了加拿大 英國 泰國 再回香港 再回來小慶 是11月回來小慶 這樣 在全世界差不多走了一圈之後 就發覺小慶是很適合我們的退休人士住的 我在小慶住了4個月之後 回到加拿大 就發覺那個差距很大 有物價或者是生活上的配套 在小慶都比加拿大 我覺得比加拿大好很多 特別是物價 接著就是交通 交通加拿大你一定要開車的 我初初有來小慶就沒不買車的 這樣就你 在這裡沒有車都可以生活得到 因為你可以坐巴士 這裡面叫公交 或者叫那些滴踏出行 叫車都很容易的 很方便的 回到加拿大 如果你沒有車 就寸步不能走 還有我發覺在國內 我來了 除了離開了六個月之外 發覺在國內和國內的對比 就是我沒有見過有乞丐 起碼我去過國內的地方 少慶、佛山、中山、珠海的地方 我沒有見過有乞丐 但我去到加拿大、去到英國、去到泰國 很多時候都會見到有乞丐 特別是英國 英國在倫敦差不多 很多條條街 每一個角落都會有一個 坐在那裡 這些真是很強烈的對比 還有 在國內我回來 帶著人民幣 從來沒有用過 一個電話 可以走遍大江南北 叫做 但是去到外國 你除了要帶錢 帶信用卡出外 還要怕有爬手爬你的錢 爬你的錢 所以那個強烈對比 我覺得 如果沒有移民過去外國的人 你去外國旅遊 就可以極力推薦你去旅遊觀光 但是你們有心去移民的 就可以打消這個念頭 現在中國和外國的對比 就是歸吐菜泡 我喜歡形容 中國就是烏龜 在外國的肚子 今時今日 烏龜已經差不多去到 走到越來越近終點了 那隻兔子還在睡覺 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去到加拿大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另一個感受就是 那個叫做 皇帝的新衣 如果你有聽過童話故事 皇帝的新衣 就知道了 他們覺得是 對一些 同性戀 吸毒 吸大麻 那些 他覺得是 他不覺得羞恥 他找一些日子紀念 叫做 叫做 驕傲日 驕傲的節日 每年都要慶祝的 如果你的市長不去參與 就批評你的市長 政治不正確 所以我覺得這些 我十分之不可以接受 不如講一講兆慶 兆慶 兆慶進來 現在的照片就是我小區 看上去 整個小區的規劃 就已經很舒適了 差不多像一個公園一樣 下面又有跑道 又有樹木 如果你初出來兆慶 你會發覺 空氣都很新鮮 和外國對比 有香港的空氣當然不行 但是外國的空氣都雖然很好 但是進來兆慶 你聞到那些花草樹木 或者那些 有些水氣 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我通常 我有時會看那些天氣報告 在加拿大多倫多 很多時候都是優質的 那些天氣的狀況 但是兆慶 就是超優質 就是有少... 在加拿大它通常叫做good 但是兆慶就是excellent 就是這樣 那麼再下一幅 麻煩 這裡 初初很多人 因為我從來沒來過兆慶 在香港生活了幾十年 又去了外國十幾年 但是初初回來 很擔心會不會適應這裡的生活環境 但是來到就發覺 這裡的生活配套都很好 我現在選擇住的地方叫頂湖區 是少慶九區之一 少慶有九個區 頂湖區就是 就是 包尾的 包尾二 就是人口最少 相對是最少的 尾二 那就很適合我們 因為完全和 如果你是退休人士是最適合的 就不會太多人不會太多車 再下一封 這裏就是紹興所住的附近客 紹興很多 因為都是屬於大灣區 最差不多 以GDP來說都是好像包尾爾的 但是因為他要新發展 很多道路都是六線行車 四線行車 很寬闊的 和外國的 如果不說的話差不多 一模一樣 紹興呢 我們這個鼎湖區 最出名當然是鼎湖山 下一幅是鼎湖山 這是鼎湖山的排方 鼎湖山的入口 鼎湖山有什麼出名呢 就是水質出名 初初我未來 未進來中國之前 很多人就說 中國水污染很厲害 每一家都要裝 那些 淨水機 我進來 當然即時要買淨水機 誰不知就發現 原來這些水 絕對不需要淨水機 用了一年 那些水煲 裡面完全沒有水 如果你在英國 在加拿大 生活過 你就發覺 你的水煲 用了幾個月 就黏滿了很多 那些 那些礦物質 但是在這裏 少慶 完全不需要淨水機 都不會有這些 水垢 礦物質 黏著 所以這些水 跟本地人 聊天 他們很多時候都會 帶水桶去三邊 裝些水回去 沖茶油 完全是很乾淨 除了頂湖山之外 另一個就是凌陽峽 在西江 凌陽峽就是相傳 廣州就叫五陽城 有個先人 其實原本是帶著六隻羊的 就去廣州 走到這個凌陽峽 看到這個凌陽峽很漂亮 有一隻羊留下來 所以就變成凌陽峽 廣州變成五陽城 這些是傳說的 這個凌陽峽是 一直沿著江邊 由頂湖走到端州 大概九公里 是一個很合適人 行山的路徑來的 這個凌陽峽的入口 是屬於國家森林 這個頂湖山上高是一個大頂 其實這個大頂 就不是代表頂湖 頂湖的意思是 山上高有個湖在 山中湖 所以叫頂湖 下一幅就是山中湖 這個湖在山上高的 當然也可以有船走 上去就真是心幹神移 這裏就是一個 剛剛上前年十二月落成的 在頂湖裏面的萬達廣場 是其中一個商場 裏面什麼都有的 所有的生活配套 衣食住行 什麼都有 這些是演 即是 書畫用的物演 以前紹興端州 也都叫做演刀 因為他生產這些石演的演石 所以四圍都可以買到這些石演的 不過是不便宜的 如果喜歡書畫 琴棋書畫那些 這些就對了 這個是裝著種的盒 我每次去吃種的時候 就覺得很有趣 那家人 即是那家賣種那裏 就有這些盒裝著 很方便 不用說要放在碟裡 有個盒盒著 剪開一些葉就能吃 這些很有特色 另外 兆慶的主要城市 叫做端州 端州出名就是 一個宋的圍場 這個叫做宋城 古宋城 真是在宋朝的時候落成的 這個宋 有千年歷史 這個宋城樓 有些豹在那裏 這個以前是 邵慶府的地方 現在看到這個 就是一個 以前邵慶府的入口 也都有一個小名稱 叫做小天安門 真的好似天安門的 那奧那雅好像天安門 就在邵慶端州裡面的 是屬於文物保護的地方 講到邵慶除了頂湖山 另一個最出名就是七星湖 我們香港人叫做七星鴨 但是這裡叫做七星湖 它有七個山在裡面 在一個湖裡面 去到這裡又是很舒適的 空氣也很好 那麼去這裡 這個就是七星湖附近 拍車 因為它都是近住一些 旅遊區、市中心 所以拍車比較緊張些 那麼這些是一種那些 叫做機械式停車場 邵慶呢 邵慶人都很喜歡喝茶的 除了廣州人喜歡喝茶 邵慶是第二的 我想在廣東省裡面 那麼這裡就是 去邵慶喝茶的時候 一個特色 那條油渣鬼是這麼大條的 兩隻手這麼長 那麼邵慶呢 邵慶市現在呢 就想打造成為 廣東一個食物安全的中心 那麼變成如果是旅遊 不單是旅遊啊 退休啊 如果你說要做事呢 就比較弱一點的 邵慶的產業呢 就比較在大灣區來說 就沒有這麼好的 但是現在是 退休和旅遊呢 就是一流的 在邵慶來說 那這裡大概是 邵慶的人口分佈 邵慶人口分佈呢 最多就是淮集 然後是四匯 頂湖呢 差不多是去到尾二了 那麼我們都去過四匯的地方 人多的地方呢 就發覺有些 有個問題 人多的時候 當然車多了 還有因為那些地方呢 有很多就業機會 有很多外來人 那外來人呢 就對本地呢 就不會有歸屬感的 也都不會愛惜城市的 所以就會 譬如在四匯那裡 都有很多新發展 但是那些人的 怎麼說呢 那些人的質素是 有些差異 跟頂湖或者端州來說 就是譬如是 國內很多電瓶車的 電瓶車一般是靠右邊走 就是靠路邊走 就不會阻礙那些車 但是去到四匯的地方 就三條線都 或者快線 有些電瓶車 三條線都有電瓶車去走的 真的不理交通規則的人 這是其中一些 小小的觀察到 那我去到佛山 去到中山 去到珠海 也都會感覺到 邵慶是相對 就是三線城市 沒有其他地方 這麼發達 這麼多人流 但是對於我來說 就是最合適 我初初回來的時候 有朋友跟我說 來到紹興 通常人們會有個感覺 為什麼這麼遲來 特別是外國回來的那些 只會後悔遲了回來 不會後悔回來 我回來觀察 跟外國的朋友聊天 很多人就很擔心 中國的情形是怎樣 生活如何 我就會跟他們說 中國人移民到外國 要用英語去交流 又要去找工作 都可以生存得到 回到自己的國家的地方 沒有可能生存不到 根本上更容易 不會有任何困難 也有很多香港的朋友 一聽到邵慶 就說邵慶很遠 以前是很遠的 以前沒有高鐵 沒有高速公路 你來邵慶 沒有六七個小時 你來不了 但我很多時候跟他說 遠都不夠我們 在加拿大或者在英國遠 好的 謝謝Andrew Andrew Andrew就用一個香港人 移民入邵慶慶的心態 介紹了邵慶 我們今天又請到Frank Frank 他現在在他老家 原來老家是湖南 他就是住在深圳的湖南人 看一下這個 這個 調居在另外一個城市的人 對於 在另外一個城市 不在自己本鄉生活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些相似的體會呢? Frank時間交給你 好 謝謝Annie 謝謝Andrew 謝謝你的精彩分享 你好 你好 我知道你也是像白球恩一樣 不願望你從加拿大來到中國 歡迎你 對 對 我就想請你要重點介紹一下 那個頂湖區啊 那邊有沒有 就比較好的 適合短期療養的地方 因為我在頂湖區那邊 那個富氧離子 一個立方靈米 最多超過10萬個嘛 那我對這個之前研究 它一個 如果一個立方靈米 有一千個富氧離子的 就算是空氣很清晰了 那頂湖區有10萬多個 所以我想頂湖區很適合 比如在深圳啊 廣州東廣 平時工作比較辛苦的人呢 是 繁忙的人去那邊 聊養一下 嗯 去聊養一下 你這邊要是重點介紹一下 我們以後會經常帶團去那邊 去旅遊聊養一下 可以去看看你啊 跟你喝喝茶 是 是 其實頂湖區呢 我出去走 差不多 原來頂湖區差不多 每一條街都有一間那些旅館的 或者酒店的 但是因為疫情呢 這兩年生意很差 但是我覺得奇怪 這麼多旅館哪裏維持得到呢 跟那些本地人聊天呢 他們說疫情之前呢 就很多 只是國內 國內的同胞都很多 來兆慶這裡旅行 所以差不多 很普遍的 那些旅館啊 酒店啊 公寓啊 很容易找得到的 特別是跟著頂湖山 頂湖山山腳下面 已經有很多間的 那邊酒店房間 現在多少錢 這個房間呢 酒店房間 平均來說 現在是$150至$200 但是去這裡 如果你住五星級都有 五星級當然是貴一點啦 $700 但是一般公司是$200至$300 都有 那裏高鐵站 那頂湖區離高鐵站有多遠呢 高鐵站了 你坐車15分鐘 那什麼方面呢 兆慶東站 好 那將來這裡頂湖呢 曼達就有個叫旅遊中心 曼達旅遊中心 店面差不多有整十公里 將來會建一個旅遊中鎮 OK OK 好 謝謝兩位 好 謝謝兩位 是 Frank 那個生意頭腦非常的靈活 非常的活躍 一聽到有好的地方 已經相機就來了 好 那我們第三個環節就到這兒 麻煩維森先提